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VR看屋第二段 那第二段呢 剛剛介紹過客廳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房間 在房間裡面呢 你會發現 就是說一般來講 你會發現窗外還是一樣看得到捷運 那代表他還是很吵 那怎麼辦 比如說現在車水馬龍 其實外面現在車水馬龍 但是你聽不到 聽不到的原因是因為現在其實很安靜 我們都關起來了 對啊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講說要隔音這件事情呢 在客廳 捷運剛好又過 聽一下 幾乎聽不到 對啊幾乎聽不到 在客廳我們會用雙層門 那在房間我們就用雙層窗 那我們這時候就來打開給大家看 其實他比較特別 他總共做了三層 三層 三層 三層窗 第一層打開 有沒有聽到聲音 後倒不是 一點點 後倒不是的聲音過去 會有一點點 那我們再把第二層窗路轉開 就更大聲一點點 對啊 後倒不是 第三層打開 有沒有覺得 這個就無敵草 這個車還沒有經過 有啦有啦有啦 現在剛好是綠燈 對像的車 對啦還是用 有啦就變紅燈了所以現在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講說 它要做到三層窗主要是因為 它有那個花台的關係 你要不要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花台它才能夠做到三層窗 一般搶的寬度 只能夠做兩層 它會不夠可以做三層 給大家參考 我們先關起來不然講話很刺激 鎖起來大家再感受一下 第二層 第三層有沒有 讚 所以就是我們講說 一般在房間裡面我們要能夠 解決這件事情就是有關於 噪音這件事情那其實窗戶是很重要一點的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空間它沒有窗型冷氣的 大家用VR看一下 有沒有窗型冷氣 沒有 只有看到什麼 一般 一般 不是一般 對你這個年紀來講叫一般沒錯 看你是哪個年紀的 哪個年紀手叫一般 就看見仁見智 你這個年紀當然就是生出來 就是看到這一種一對一冷氣 對啊齁 所以那它就沒有噪音的問題 對啊齁 所以某程度上我們講說 你這樣臨馬路的空間 稍微有一些小細節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走過來齁 走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牆壁有一點紋路 對啊 就是我們講說 有時候這種老舊 它是 這棟其實是 滑下 滑下就是七層樓的 電梯 的樓層 對啊 那你看這個 基本上就是 比較老的牆壁 最近應該已經 將近三十幾年吧 快四十年了 附星北路上面的老滑下 還有這些紋路 基本上它會不會影響到造珠 一點點 對啊 如果你要漂亮一點怎麼辦 怎麼處理 再塗一層 塗啦 這怎麼塗都不會塗漂亮的 就貼壁貼 貼壁紙或貼壁貼 其實可以把它美化一下 就看要不要花這個工 對啊 那稍微在房間裡面 我們會講到兩個東西 大家稍微後退一下 對啊 這樣子好了 我們轉一下 對啊 就是這個 有沒有我剛剛講 這個床 床架 現床 也一樣 有沒有看起來還很新 對啊 就幾乎 你會覺得說 當初買的這些傢俱店 到底能用多久 七年以上了 那還是OK啊 對啊 床鋪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床 當然 我猜它應該是換過了 床大概呢 用個兩三年 三四年 算OK 對啊 因為就是看大家在上面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就會決定它損到的程度到哪裡 對啊對啊 做一些愛做的事情 損到程度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當然因為床墊沒有太貴 這兩三千塊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 房客有反應 我們通通還是會換給它 讓它睡覺舒服 因為睡眠對房客來講 真的很重要 我們真的很注重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這大概是 重複床墊 再來我們看一下衣� 覺得這個衣櫃怎麼樣 當免CP值很高 因為它好像才兩千多塊嘛 也是三千塊左右的東西 對啊 那就是貼皮的 然後呢 貼皮木頭的那個衣櫃 然後呢 但它時間久了它就有這種聲音 好 奇怪 怎麼解決 加油 加油 上游就好了嘛 對啊 只是有沒有細細 上游一下就不會有這個 奇怪的聲音了 又不是在拍鬼片 對啊 但是呢 抽地呢就比較麻煩一點 有沒有 這抽地因為 常常開關它的那個 滑軌就會脫落啊 壞掉啊 有點麻煩 所以呢 我們後期都比較不用這種 這種 我們講說這種 滑軌的東西 我們盡量都用兩門 嗯 好 頂高中間有一些承辦 給他放東西 又或者他叫他自己去買那個 櫃子 嗯 就是那種小分層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出租給別人 比較不會喔 就是 那東西壞掉 就 不是因為你一個滑軌壞掉 你要不要整座丟掉 要不要 嗯 好尷尬喔 對啊 當空洞的那不願意丟掉 但下一個房客來就覺得 那我不要 你可不可以換一個衣�給我 啊 你可不可以修好給我 嗯 但 你知道修滑軌太麻煩了 你找一個人來修 他可能給你收個八百塊 嗯 八百塊不一定會修喔 不一定修的好喔 因為不一定有零件 對啊 所以 這裡面都有很多 嗯 其實包含這個窗戶 有時候這個窗戶啊 我們怎麼講 就是 開了突然不能開 他下面的軌道壞掉 嗯 欸找不到師父修的耶 你要不要整個都換掉 好尷尬喔 對啊 就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這個年代已經沒有生產 所以他不一定有那個滑軌 嗯 我就要認真去找 對啊 所以有時候當爆竹我爆竹我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沒幹 那我們就一一的帶大家來看VR看物的時候呢 能夠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啊當然你在租房子 如果你現在是租屋主 那你就要注意這些小細節 反過來 那你是當黃洞的角色 還是當租客的角色 大家一起讓這些 嗯 就是品質能夠更好 好囉 那我們這間房間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喔 那我們 接下來會到下一間房間喔 掰掰